我个人认为它充满了乐趣和挑战 而这些是您在国外和学校的实验室里体验不到的 送走了魏大勋的古科级霸总 又迎来了王赫帝的《毁灭式霸总》 两者之间的差距不禁让人感慨 明明都是饰演霸总 这差距为啥那么大呢 而王赫帝的这个角色 不禁让人回忆起了2005年的霸总单君号 只能说这样的角色 还是需要那些有总裁气质的演员才能演出来 对于代代的演技 不少网友表示与善君号相比 王赫帝的实验只能算是部门经理 那么回顾咱们小时候看过的邱泽 明道 丽威廉等人之后 才发现霸总真的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演出来的 一 明道 温柔是霸总 虽然明道的霸总之路被文力丫头所终结 但他以往的光辉却是无法掩盖的 2003年 一部王子便青蛙泥倒了万千少女 对那时的我们来说 最帅的男明星非明道莫属了 而且这部剧在当时还打破了顶流言情剧《流星花园》的收视记录 虽然已经是20年前的老剧了 但他如今的评分依旧是7.4分的高分 剧中的明道 看似是一个狂拽酷炫的霸总 但他的霸总 却是十分有魅力的 前妻的他 虽然雷厉风行 做事果断 但他对于礼节问题还是很注重的 他会在不小心打扰了员工休息而道歉 还会为陌生女孩的善举而感动 并送他礼物 试问 这样温柔有内涵的总裁 霸道一点又如何 再看看如今的这些领导 动不动就 只高气昂的指使员工做事 根本不会考虑是否是员工的下班时间 虽然剧中的角度十分刁钻 但对明道来说 这不是限制他颜值的问题 相反 各种稀奇古怪的角度让他的人设更加立体 他的霸总 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只顾耍帅 不得不说 小时候的咱们 吃得可真好 剧中的明道 就像是真正的上流人士 举手投足之间皆是贵族的气质 不过 在二十年后 明道的灵气已经全部被文力丫头夺完了 难怪他都开始怀疑起自己了 但作为圈内的总裁前辈 他的善君浩绝对可以保台一辈子荣华富贵 二 邱泽 暴躁是霸总 不同于明道的温柔路线 邱泽的霸总则是格外的暴躁 在《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中 像天奇的台词经常是咄咄逼人 明明人都生病了 他非要说出脑子病了之类的冷漠话语 不过 抛开人设不说 邱泽的颜值是无可挑剔的 冷峻的眉眼 力挺的鼻梁 冷漠的眼神 的确有着霸道总裁的气质 虽然前妻的他 常常是不耐烦的表情 但皱着眉头的样子 依然冷峻帅气 后期 在爱上墨小辈之后 他的深情也让暴躁的人设稍有好转 满眼含泪的破碎感 让人忍不住心疼起来 像天奇 这辈子注定牵不到墨小辈的手 非主流般的台词一出 直接炸出了童年那批冒粉红泡泡的女孩们 虽然剧情有些狗血 但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 这样的剧情刚刚好 霸总遇上灰姑娘的童话故事 也是无数女孩子的向往 当时在拍这部剧时 她已经34岁了 但她对于霸总的诠释 却没有半点油腻感 包括她在40岁时候出演的生活家 虽然同样是霸总的人设 但她的少年感也十分明显 和相差22岁的文琦 饰演的荧幕CP也十分出圈 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较大 但他们的磁场却异常地契合 不过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颜值出众的演员 在演傻子时会那么真实 在《最好的相遇》这部剧中 她和张军明饰演了一对颜值、智力皆有些问题的夫妻 剧中 但没包牙的大胆装造 也差点让人认不出她的真实面目 不得不说 邱泽在演员的道路上 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三 丽威廉 贵族霸总 对80、90后网友来说 霸总无非就是三类 第一类是刘凯威霸道 狂傲的莫少谦 第二类是明道温柔 通情达理的善君浩 那么 第三类便是立威廉高贵 绅士的陆子浩 自身带着混血基因的她 身上有着西方绅士和东方稳重的融合感 而这种特点也让她的角色大都是有才多金的总裁人设 无论是放羊的星星还是绿光森林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是观众的童年回忆 而《天国的嫁衣》这部剧 则是她演艺生涯中的第一部剧 与王心灵 这位甜美少女的搭档也让她的首部电视剧便拿下了2004年的收视冠军 虽然这部剧的设定有些悔三观 但立威廉的颜值绝对是这部剧的最佳底牌 冷傲不凡的董事长独子爱上了冤家路窄的陶爱卿 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狗血而又肥皂的剧情 即便如此还是让小时候的我们十分痴迷 本是模特出身的她身材比例十分优越 举手投足之间皆是王子般的气质 在放羊的星星中 即便和同样霸总的林志颖同框 立威廉也稳站上风 不同于弟弟仲天奇的贪玩 豪横 哥哥的成熟稳重 也让观众对她多了份注重 但就是死于车祸的结局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如今的立威廉虽然已经淡出荧幕 但她还会时不时地发泄动态 不过在网友攻击了她女儿的长相之后 她也暂时退出了网络 一代男神也逐渐成为了网友的回忆 四 王鹤蒂表演是霸总 谁能想到 已经2023年了 还有导演沉迷于各种奇葩运镜中 在《以爱为盈》这部土味剧中 王鹤蒂原本360度无死角的脸 硬是被导演拍出了361度的死亡视角 各种脚底板运镜 搞得代代粉丝垂胸顿足 不仅如此 导演对镜头转场有着迷一样的审美 竟然能想出用男演员的投抠图做转场的 这样的奇葩角度 估计也是偶像剧中史无前例的一个 而王鹤蒂也是实惨 先是玉龙中拉胯到极致的装造 让她背上了古偶丑男的标签 不过幸好通过《苍蓝诀》中霸道而又温情的月尊一角 找不了回来 但如今好不容易开始拍摄现偶的剧情了 没想到又被以爱为赢的装造直接整垮 这下 她的标签继古偶丑男之后 又多了一个现偶丑男 明明之前湛姐发的图还是很有霸总味的 难怪她的粉丝们会炮轰制作方 不过 和明道的霸总相比来说 王鹤蒂的确有许多不足 但年龄绝对不是她的致命问题 因为明道在拍摄《王子变青蛙》的时候 和王鹤蒂一样 都是25岁 所以 归根结底 还是演技不够到位 其次 便是她的原生台词有些过于黏糊 与她的霸总形象十分为和 由此看来 她的月尊一角 有一小半的功劳得归她的配音诗 其实 在这部剧没有播出之前 王鹤蒂占姐的出土美张 都是让人惊艳万分的程度 低垂的眉眼 金丝矿的眼镜 任谁看 都是妥妥的霸总一枚 但从播出的剧情来看 这部剧实在让人失望至极 男女主的大小眼 歪嘴唇等每一点 都是劝退观众的程度 希望后续的剧情发展 能够挽回一下 已经碎了一地的口碑吧 5 龚俊碎嘴子霸总 不同于王鹤蒂的冷面霸总 新生代男星龚俊 饰演的则是一位温情霸总 不过 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演员 她的这个角色 同样是颇有争议 在《我要逆风去》这部剧中 龚俊的角色 是一位十分接地气的霸总 开局便是笑眯眯的 要加女主微信 几番死缠烂打之后 她成为了女主口中的无赖 别的霸总都在喝着手磨咖啡 她却偏偏喝着奶茶嚼着糖 别的霸总吸字如今 她的霸总小嘴巴巴说个不停 果然 这个另辟蹊径的霸总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另外 她一米八六的身高 也是标准霸总的完美身材 西装加身 将她的气质衬托得更加出圈 但原生台词对于她来说 还是有些生硬 尤其是在说专业术语的时候 更像是在死记硬背 对于她以往的角色 这个人物的人设与她倒是比较贴合 但龚俊比较呆萌的长相 在饰演霸总的时候 总有些违和 似乎霸总一脚对她来说 有些过于成熟 不过 和王鹤蒂的以爱为影相比 这部《我要逆风趣》 倒显得还看得过去 毕竟 这部剧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转场 也没有那些迷一样的角度 霸总人设 一直以来都是备受观众争议的一个角色 但明道 丽威廉等人 却一直是这个系列中的鼻祖 明明拍摄设备越来越先进 剧组越来越完善 但为什么能够被称为经典的 永远是那几个好演员 或许 这和演员们对角色的用心程度 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那么 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